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等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 10月25号起将对存量个人房贷利率进行批量调整 除贷款在北京 上海 深圳等地区且为二套房贷款的情形外 其他符合条件的房贷利率都将调整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30BP 如何办理存量房贷利率下调业务 调整后能节省多少利息支出 对此 记者咨询了相关银行工作人员 主要您是执行的LPR浮动利率 您现在执行的贷款利率它是高于LPR-30BP的 如果当地地方政府没有特殊政策的话 那系统这边在10月25号就会同一批量做调整 它符合这个条件的话系统同一批量调 不需要您单独申请的 您可以登陆手机行 那里边有一个就是提前查看 这叫预调整功能 但是具体以10月25号调整为准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如果贷款人的存量房贷的利率 已经低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30BP 将不会进行调整 而对于固定利率存量房贷 则需要先行转换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加减点的浮动利率 之后银行就会直接进行调整 就固定利率您先调整着浮动利率 只要您是在2024年10月24号 就还当日之前转换完成的 就我行将于2024年10月25号 会一并做批量调整 就是在那个中国银行APP 在贷款模块里面点个房贷利率调整 就可以把固定利率调整成浮动利率 专家表示银行下调存量房贷利率 不仅有利于进一步降低借款人房贷利息支出 继而促进消费和投资 还能有效地刺激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度 如果说你贷款100万30年 然后采用这个LPR报价利率 你现在执行的是3.85的这个利率 然后降了以后就是变成3.5 每个月差不多能省了100多块钱 这个结合之前本身就有这个 降低存量房贷利率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于消费的刺激也好 或者是对于房地产的这种回稳向好也好 都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 各位可能需要关注这个银行的网站 APP等这样的一些渠道来去观察 对于你而言的话 你能降到什么级别 什么幅度 以及每个月能够少多少钱 以此来更好地安排自己的 这样的一些投资的计划 以及消费的计划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